令人非常遗憾的消息 花蓮縣新城分局北埔派出所 今天54岁的蔡信副所长 在交班时间 人迟迟没有出现 同事到宿舍去找人 却发现她已经失去意识 倒在床上 紧急送一抢救 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那么蔡信副所长 生前在分局举办的交通宣讨活动当中 是竖起了大拇指 跟民众开心合照 她在花蓮縣新城分局 服务超过30年 平时热心服务 深受游客 还有民众的好评 这一次因公殉职 花蓮縣警察局 以及同事们 都感到非常的遗憾跟不舍 那么目前死因仍待相宴 而花蓮縣警察局也表示 会尽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 有关于未经许可疑的 会尽力协助家属的 会尽力协助家属的